《溝口紅衣》 好,我們今天講溝口紅衣 那裏太多話說了 所以我們破例再開一集 繼續講溝口紅衣的論述 剛才我們講到溝口紅衣 其實它不是完全反對我們講 保實價值的這些東西 而是它覺得我們應該由中國自己的歷史 所謂自己的究竟我們的價值是什麼 或者我們的歷史脈絡是什麼 或者你繼續回答一下 其實它有個講法 它叫相對化每一個國家的歷史 什麼意思是相對化呢 就是如果我們覺得 所有人都應該要走進現代化 而這種現代化是以西方為標準的話 西方就會變成一個絕對的歷史 然後西方這把絕對的赤面前 全世界包括中國、日本 一些發展中的地區 就要以這個為目標去追求它 這就是一個絕對的歷史 因為有一個絕對的歷史的答案在某一個地方 或者我們現在經常聽說 我們中國真的要繼續去 或者我們要去跑步 我們快點追 我們落後了一百年 我們快點追 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究竟追什麼呢 其實追有一個很明顯的目標 就是西方那種 那種文明是絕對的價值 是的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就是要追那個東西 譬如我們剛才一開始要說黃人魚有問題 為什麼我們說某種以歷史為物論的史觀有問題 其實因為這些這樣的史觀 都是絕對的史觀 都是有一個不知在哪裡找回來的價值 令到你一定要 逼著你去追求它 但是根據橫三所說 我們一定要相對化這些歷史 相對化的意思就是 要回到每一個國家和文化的自己類型 去找它歷史的物料 以及它價值的取向 究竟是什麼 而這個不像中國共產黨今天說 這麼空派 總之我們是中國特色 我現在做什麼都叫中國特色 我不跟你就是中國特色 因為你是中國領導人 所以你說什麼都是有中國特色 那這個是不行的 這是你這樣說的 那你要回到什麼 你要回到一個具體的歷史脈絡去做研究 所以我們上一節就提到 譬如嘉雄先生會提出 中國傳統以來就是有天下觀 有對於封建特定的想像 或者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研究 就是對於公與私這個概念的對樣 其實公與私這個概念的對立 是與日本做比較的 他會很強調說 為什麼中國的現代會走向這條路 日本的近代走另一條路 其實與我們對於公與私的 這一組概念的不同理解是相關的 而從這些概念出發 也可以看到 中國和日本各自 對於社會文化 或者政治的理想 的投射是怎樣的不同 不等於我們不可以追求一些 普世或共同的價值 而是我們要重新 在我們自己的歷史文化去找 究竟我們面對這些普世價值的時候 究竟我們接受這些東西回來呢 所以譬如他會講一個例子 就是當嚴復去翻譯 On Liberty 譯了一個名字很厲害 叫做群己權界論 他就說究竟當初嚴復 如何去接收這些中國思想 將它引界的時候 其實也有用到封建這些詞語 他都說其實封建 是體現了某一種liberty 甚至嚴復也有這麼說過 譬如 江鴻三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回到這些具體的歷史目落 去找究竟中國人 原本有的一些歷史價值是什麼 然後透過相對化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相對我們不是要局限於 講完這些之後 我們不是局限於 我們是中國人 所以我們是中國人就是這樣 我們不看你全世界 其實倒過來不是這樣 而是我們要以這種 立場出發去接觸其他國家 因為如果是這樣 曾經有一種中國人研究日本歷史 甚至今天也可能是 就是我們以為日本就是我們的榜樣 它是什麼榜樣 就是它走向現代化的榜樣 因為如果我們不能一輝而就 走向西方民主現代化國家的路路 我就應該學日本 看日本好像都幾成功 有船艦砲來的 打到我們一顆一顆 可能都幾值得我們學習 如果是這樣 其實這種仍然是一種絕對化的歷史 因為仍然是以現代化為我們學習的目標 對於高雄先生來說 這是錯誤的 我們應該是相對化 就是我們要理解日本人是日本人 中國人是中國人 然後我們相遇的時候 這種客觀的歷史 就是在我們的共同溝通之間才可以發生 我們不是說要用哪個標準去衡量 譬如我們有時候聽相機都會說 中國人要跑步 跑贏哪一個 我們快點跑 這些都是對於高雄先生來說 都是不當的歷史的想像 所以最後為什麼這個書名是重要 為什麼中國是一個方法 中國是一個地方 或者是一個文化 或者是一個歷史的概念 為什麼可以成為一個方法 其實它的意思就是 我們不應該以西方的標準 或者是歐洲的標準 甚至乎我們不應該以倫國 譬如日本作為我們的標準 我們要以中國作為中國歷史的標準 然後什麼是中國歷史的標準 就是在中國歷史裡面去找 於是中國歷史就是成為一個這麼重要的題目 譬如天下觀 譬如明代思想的發展 即到今次 今天很多人都會批評 譬如明代或清代的學術思想 譬如當代新瑜伽 譬如梅春山和彤魏他們會遇事 譬如如果你看 甚至另外一個例子學家 譬如郭廷爾 一個近代思想 中國近代思想的作者 他都會用這些想法 就是我們快點跑 我們快點追趕西方歷史 明代這些 明稱是一個中國歷史的錯誌 譬如會這樣說 即使現代 我們聽過超英港美 甚至是超英港美 這些都是不當的 因為我們都是把西方的東西 硬套於我們身上 究竟我們中國人想要什麼 應該要回到一個人民的歷史 去做設立的研究 好 今天很感謝Daniel跟我們講解 溝口紅燈這些深夢的著作 其實他寫的東西 我們也是剛剛說過大概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看這一位 日本著名的中國歷史學者 坦白說我會 首先坦白說我真的會介紹 這本作為方法的中國 這個比較入門 其實這本也不錯 重新思考中國革命 但這本可能會太淺了一點 淺了一點 看完之後看不到 這本 因為看不到它的 脈絡 對 看不到它的脈絡 所以這兩本可能一起看 如果你真的很有興趣繼續研究 認真地進行中國思想史的研究 可能你才需要看這一本 是 好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